不是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沒有這麼難解釋 我也相信說他當初侯友宜到上海去 他一定是希望 因為他要去招攬觀光 他當然會希望對方跟他感覺上親近一點 所以他就把他的岳父給扯出來說 岳父上海人對我來說影響很大 耳濡目染 那其實並非如此 我可以理解他希望縮短彼此距離這樣子的用意 但是如今回到選舉的時候 那你就誠實就好了啊 你跟你岳父有沒有見過面 交情 事深事淺 還是說你真的受他耳濡目染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說 那所以岳父給你的人生啟示是什麼啊 說這些東西有什麼好不能講的 重點在於說 他面對這些記者的詢問的時候 誠不誠實嘛 而不要一再改口 要不然你就說 對不起 我其實不太知道耳濡目染四個字 這個成語的意思 就說我用錯成語 這樣我覺得也OK 可是他卻一直用凹的 就說我跟岳父印象中見過一次面 可是時間序不對嘛 就岳父1980年的時候就已經過往了 可是你之後才認識你的太太 所以原則上應該從時間上看起來 你的確沒有 不太應該 這個跟岳父有過一面之緣 並且還耳濡目染 那這些事情 你為什麼不用一個比較坦誠的方式 因為岳父嘛 跟你這麼親近 你太太的爸爸 這有什麼好隱晦的呢 你事實是什麼 你就講出來 你講完了之後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結束了就不會再引起話題了 這樣就好啦 那可是因為他的性格上面 我覺得有一點這個暴露出來說 所以他喜歡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他喜歡說謊 第一個謊說不夠之後 再用第二個謊話來圓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有傷害的 這跟他過去 大家對他的鐵漢的形象就是 执法聖言啦 然後一言九鼎啦 這樣子 剛正不阿的那個形象上面 再一次的被打破 原來你也是很會演嘛 你看到上海人就演這樣 你看到這個記者這樣問你 你就演這樣 你完全是站在別人的喜好上面 來扮演一個對方期待的答案 這個不是你自己 你必須要當你自己 因為你要選舉 你要選新北市長 大家必須知道一個真實的侯友宜是什麼樣子 而不是一個一再說謊 一再表演說 我要演出你心目中喜歡的那個樣子的侯友宜 這個我覺得的確是對他的形象上面有傷害 因為真的曝露出他性格上面 愛說謊的這樣子的特質 這件事情過去因為沒有選舉 從沒有被檢驗過 現在有選舉 每一件事情都得攤出來被檢舉 那這個是侯振營必須要去思考 就是說 不能再像以前回應的這麼掉以輕心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更加碼的回應說 我從來不會說謊 不對啊 你真的有在說謊啊 那所以你怎麼會把自己陷入一個 說謊的這樣子的情境當中 我會覺得這個顯示出 他的確很不會做危機上面的處理 好了